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市议员郑凯玲、吴华家以及韩世玉共同见证下 由国际狮子会300F区总监纪乃正以及身兼狮子会300F区 品德教育推广主席的国际同济会花东区台东市会会长林于凤 共同资赠价值120万元的品德教育动画教材 天庭小字小乾坤 给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由副处长吴雪林代表收下 供应版授权给基隆市各级学校 让学生和家长以及老师可以透过网络直接亲师生阅读 从小杂根好的品德教育 教育是百年大忌 尤其是品德教育 所以我上任之后特别注重培训还有教育这一块 我们今天真的很难得这个机会 我们募集了我们私有的捐款 我们募集了120万 然后购买了这一个数位的这个品德教育的教材 在这个仪式里面我们资政给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希望说对于各中小学都 学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台东还有花莲宜兰都做了 那基隆这次我们就帮他完成了 所有的孩童都可以在我们教育处的官网在这个网址下载 然后可以线上教学 也希望我们的校长老师们都善用这一套教材 然后让我们的孩童学习到好的品德 非常感谢师子会300F区 机总监 这边还有整个华东地区给我们的协助 那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的副议长 还有所有议作们 一直以来都支持我们教育处 在推动品德教育这一块 那我们表达很深的感谢 非常谢谢大家 我想这个都是从自身做起 那我们这个家庭教育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家庭教育父母亲的所作所为 都是在孩子的眼里都是会潜移默化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教育从自身做起 当然这个我们的这个道德教育这个教材 这个就是说在学校教育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行为 我们行为的一些表现 我们要从自身做起 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 那也希望说我们父母亲 就是我们孩子都是潜移默化 那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方式 就是以身作则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特别感谢国际市子会300F区 以及国际统计会 花东区台东市会这份爱心 希望借由这份教材 让各校在教学上更灵活 也带动学生在快乐学习中 建立好品德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